亲爱的弟兄姐妹,我神经九长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经文。 今天我们要所谓分享经言,请大家来看。 分享经言,那什么意思呢?经文里面,我是把它股价成为很高。 这个经啊,每一句从这个圣经里面拿出来的都是很有价值,像经一样。 那么有价值,其实比这个经更有价值。 对我来说,因为这个经文里面都是真理,那我们大家需要真理。 所以今天我有主耶稣的话要来跟大家分享,请我们再看下去。 对,这个我们看这个题目啊,就是说要看医生啊。 平常我们这个,我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,我们就要看医生,对不对? 那当然,我们也要知道说,我们不舒服是在哪一方面呢? 如果我们头痛,我们就要去看医生啊。 如果我们这个骨头啊,我们的背啊,我们的肩膀啊。 有问题的话,我们也要看这个专家啊,这个医生。 这个还有,就这个我们牙齿痛啊,我们就要看牙医。 所以现在啊,现在啊,现在各部门都有这个不同的医生啊。 那,所以这个我们要确知,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在哪里。 那主耶稣说,当然平常的人,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。 主耶稣说,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二节说,主耶稣听见就说,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,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。 啊,是这样。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,那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身体健康, 当然我们不需要找医生,除非有什么毛病啊,有什么不舒服, 我们才要去找医生。这是以所当然的。 那主耶稣所讲的这边啊,这边说,是指这个心里面的健康啊,是指这个属灵的健康啊。 那主耶稣说,当然如果你觉得你属灵方面有健康的话,你就不需要找医生。 那属灵,我们知道说,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说,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。 那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话,每一个人都是,都是心里面有问题的,心里面是不健康的。 那这样的话,我们要找谁呢? 主耶稣是我们这个医生啊,是大医生。大医生因为主耶稣是创造我们。 他知道的清清楚楚,我们这个身里面啊,心里面啊。 所以,如果我们承认了,说我们是罪人,这样的话,我们就需要找主耶稣,来医治我们这个病啊。 这个心病,就是罪恶的这个病。 实际上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,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啊。 主耶稣是这个,叫做大医生啊。 那其实啊,不管是这个我们身体的健康,或者心里的健康,我们都要找大医生。 那,来看这个大医生怎么样?来看这个,好。 这个,看,这个,这个,这个,首先,来看真言,真言第四四章第三十节说, 他说,心中灵明是肉体的生命啊。 妒忌啊,基督是古中的小烂。 所以,这个,这个,这个心中,这个灵,这个,心中是很重要的。 这个,啊,心中的灵是很重要的。 那,心中的灵,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。 是这样,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。 哦,这个,这个,刚刚就说,如果我们背痛啊,肩膀痛,我们就要去看专家,对不对? 好,再看下去。 这个耳朵痛,也就要看耳朵的这些专家。 好,再看下去。 那,牙齿痛,就要看牙医,是不是? 那,我们知道说,我们这个,这个,这个毛病,不是在这个,不但是在这个身体方面,最重要的还是在心理方面。 所以,心理方面呢,我们就要找主耶稣。 好,再看下去。 对,主耶稣啊,在背景,在背后,在背景。 他给这个,其他的医生,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医生,给他们的这个,才智啊,给他们的智慧,给他们的学识。 所以,我们,不管是什么毛病,不管是什么问题,我们都要祷告,求主耶稣,给我们找一个最适当,最适合的医生,来医治我们。 那,不但是依据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,也依据我们这个,心里面的健康。 是这样。今天的这个经文,今天的这个经验,跟大家分享,就是,就是这样。 所以,请大家要记住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,每一个人都是病人,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来医治医疗我们的心。 请大家跟我做祷告,主耶稣基督,非常地感谢你,感谢你给我们这个,提醒我们,说,如果我们不是病的话,不是病人的话,我们就不要,不需要找医生。 可是,我们知道说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恶,所以,我们需要找医生。 那,你是我们的大医生,希望你给我们的平安,使我们能够很健康的心理状态。 非常地感谢主,希望你跟我们同在,也给我们的祝福。 我这样的祷告,奉主基督的名,阿们。